其實啊 國外留學生活的經驗 你說有沒有拿到學位那都是其次 我覺得真正的融入文化的一些衝擊跟體驗 還有能夠建立國際觀真的是對孩子來講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來到這邊之後就是蠻深刻感受到說 為什麼人家說你之後就是大學畢業之後 一定要有一個出國在這邊生活的經驗 而不一定是學什麼學校 而是這個環境會帶給你的改變 就像我來到這邊因為我學的是藝術 所以我感受特別的深刻 像這邊整個環境跟台灣都是差非常多的 我其實一直以來都念幼教 然後我其實也念得蠻開心的 然後後來我還是去當了一年的代理老師 就是去幼兒園交小朋友一年 然後真的決定不念的原因是在那一年裡面 我覺得就是一切都好 但是就是太太好了 就會覺得有點太平常 那對我來說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要一輩子都做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說它有一點點 不太符合我對自己人生的期待 會覺得可能我比較就是愛玩 我想要就是有更多的挑戰 那我會覺得遇到老師如果我繞一陣線回來的話 我還想要當我再回去當 就是我會不希望我的人生就是都是長這個樣子 我不希望它這麼可預測 其實核心價值還在你的能力啊 如果說你不管到哪裡 你在國外雖然生活很孤單很寂寞 然後可能經濟上也不是很充裕 可是你能夠克服困難 然後仍然真正達到你的目標 所以我相信其實大部分來英國留學 或是國外留學的留學生應該都有這個想法 就是會希望留在這邊可以繼續有發展 那我個人的話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當然是要爭取留下來 因為你既然都已經出國了 那當然是要就是try your best 去試試看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學校是多發一年的簽證時間 那聽說就是英國政府它也開放明年開始入學的學生 可以多兩年的簽證時間 可以找工作 那如果在這邊找工作的話 第一個就是你必須要夠好 好到老闆願意把你留下來 願意發簽證給你 那當然你也要跟其他當地的一些競爭者 一些當地人來做比較 那你有沒有真的資格好到說 老闆願意花時間跟行李把你留在這邊 所以大部分的學長姐他們的經驗都會告訴我說 英國是很難留下來的 因為還是有一點點那個排外的感覺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留下來自己 你必須要非常努力的充實自己 因為我也有提醒若曦 不要只跟同學在一起 其實同學之外外面的生活圈子還是很大 尤其像現在留學生的圈子裡面 很多都是東方人 比如說我們內地過來的人 香港過來的人等等 所以你很容易停留在一個到處講華語 還是會通的一個生活圈點 那這樣就算你去到了國外 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我有鼓勵若曦說 其實如果機會的話 就是多交朋友 然後其實要建立穩定固定長久的關係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去打工 你進入一個職場 比如說是咖啡廳好了 可能有固定長長來的客人 有的大概像朋友一樣 那這些人就可以讓你學會 有機會怎麼樣能夠融入在地文化 了解他們當地人真正的想法 然後進而了解他們的價值觀 這樣子你的跟國際接軌 才能有一個真正的落實的點 取得學位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很多無形的收穫 像是語言能力的提升 創造你自己人生不一樣的價值等等 我覺得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大家再見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 蘋果的新聞是記者自己跑出來的 就是他跑得更快更好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